大家好,我是宇哥,宇哥出品必是精品。 他四口决定先到餐厅用餐,女儿凯特想去厕所,独自离开了餐桌。职场妹来到房间,身穿玉袍的猥琐男上司竟对他意图不轨。妹子当即言辞激烈地拒绝了,玉袍男扬言要毁了他的前途。女孩凯特发现一只可爱的小狗,刚准备蹲下抚摸便发生了地震。凯特的父亲焦急起车想寻找女儿,地板却突然塌陷,所有家具都倒下了一侧。 他好不容易攀上地板,却发现女儿所在位置已经塌陷,急得连忙大叫起来。职场妹这边被柱子拦住暂时稳住了身体,玉袍男上司却被家具挤得整个身子贴在玻璃窗上,命悬一线。此时整个酒店已严重倾斜,摇摇欲坠。地震前两小时,埃里迪亲自送腿部有残疾的儿子去上学,小帅将姐姐送到了911呼叫中心。 在上司的带领下,麦迪接听了平生第一通求救热线,男人在电话中说自己也无法呼吸。 麦迪按照笔记判断对方是食物过敏,让他在原地等待救助。 上司联盟接过电话,了解到对方正在停车场自己的车中,询问车的特征后,让对方耐心等待救援。 挂断电话,上司说你刚才接听电话时,忙着翻看笔记没听到发动机的声音,我们想看清全局,找出真相,必须要靠听啊。 此时街头都上演猫鼠大战警匪片,红发男孩跨越重重障碍,终于摆脱警察坐上了公交车。 但当他一脸得意的准备回家时,却被守在一旁的女警带上了警车。 原来红发男孩是个偷车惯犯,这也是今年女警第三次拘捕他了。 男孩认为自己也只是将车子开出去兜风,充其量也只是偷了汽油。 听到女警说这次兴致严重,可能要坐牢时,他真的害怕了。 这时警车突然一阵颠簸,办公室的桌椅也晃动了起来,玻璃窗随之破裂。 女警面前的地面裂开了一道大缝,使在前面的车子瞬间堆了下去,洛杉矶发生了强阵。 F5救援队迅速赶到了出事的五星级酒店。 途中埃迪始终盯着自己的手机,他想给儿子发信息,却总是没有信号。 埃迪紧张地说,我爱我儿子,他妈离开了我,现在儿子只能依靠我了。 小说安慰道,孩子在学校,肯定没事。 这是迄今为止,F5救援队遭遇的第一场严重的7.1级地震,压力之大自不必说。 队长向现场指挥官了解到,是地下停车场的运营力混凝土结构出现了脆弱性破裂,从而造成了大楼的倾斜。 此刻支撑大楼的只有钢筋了,若再来场余震,整栋大楼都会塌陷。 队长嘱咐队员,这次很危险,我无权要求你们进去救援,一切全凭大家自愿。 亨有孩子,老齐劝他别进去救援了,亨却折意要同去,如果负责迎接我儿子的人有机会救他,我希望他们去救。 这时救援队被救到酒店另一侧,看着清洗的大楼,队长认为从这一侧救人不太可能,必须进到里面才行。 小帅与埃迪认为,登上云梯救助11层的遇难者,可以缩短一半距离。 队长同意了他债的请求,两人很快面爬上云梯,敲碎玻璃进入了大楼。 地震发生后,梅迈一直尝试联系女警妈妈,但始终没有信号,爸爸迈克带他去学校找到了弟弟哈利。 而此时女警正在公路坍塌现场疏导交通,他在一辆翻倒的车内发现了被困的男人迪恩,且车中已有汽油流出。 这时女警接到了前夫迈克的来电,但信号很差他根本听不清。 向家人报了平安后,他立即拿起后备箱的灭火器,奔向了迪恩的车道。 车中温度越来越高,但迪恩卡在车里根本拽不出来。 女警瞥见路旁的水泥车,但没有车钥匙,于是他说服了偷车的红发男孩。 男孩利用他的神迹将水泥车启动,向着火的车的底盘浇住水泥。 这招果然有效,火被迅速熄灭,车子瞬间降了温。 女警让迪恩坚持住,救援队已经赶到了。 红发男孩第一次用自己的偷车尊长救人,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 女警感谢他的帮忙,并答应会替他在法官面前求情。 最后温柔的对他说,下次当你再想做坏事时,回想现在的感觉有多糟。 再想想做完善事后有多满足。 队长诞上老钱与小亨进入了大楼,发现了被困的篮球男孩小杰。 教练一只手在旁边鼓励他。 小杰的情况相当棘手,腿被卡在掉落的横梁下。 只要他挪动腿部,上层整块钝层就会跟着移位。 因为这块坍塌物支撑了整个天花板,一旦将其移走就会坍塌。 在队长的劝促下,教练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小杰。 经检查小杰的肩骨与肥骨碎了,所幸没有割伤主动脉。 队长告诉小杰有两种解救方案。 若选择截肢肯定能将他安全救出,但喜爱篮球的小杰坚撑,若截肢他宁愿死在这里。 他最终选择了第二种方案,说法支撑着进来的坍塌口,用气能将压住腿部的横梁撑起,将他完整地救出。 但这种方案风险极大,很有可能会使小杰永远被困在这里。 小杰没有过多纠结,因为他以为篮球倾入了太多心血,篮球承载着他的梦想与整个人生,队长决定尊重他的选择。 危急来临,麦迪与新入职的接训员们被安排速成上岗,进行基本来电的筛查工作。 此刻救援队也准备拉起横梁。 小杰善解人意地说,万一发生意外,别管我,保护好你们自己。 队员们心里暖暖的,许诺会将他完好无损地救出去。 队员们没有食言,经过一番努力将小杰顺利救了出来。 队长盯住医疗队,务必保住小杰的腿。 这时小慌发现一只女孩的鞋子,他推测小女孩凯特一定就在下面。 他朝着坍塌的地板喊起了女孩的名字。 小帅与埃迪这边,在清晰的走廊大声喊着,有人吗?洛杉矶消防队。 职场妹与渔袍男一起发出了求救声,他们让妹子待在原地别动,并向他扔去绳子。 凯特妈妈发现蓝铁少年小杰被队员们救出,忙扑上前询问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凯特。 他们向搜救人员描述了女儿的穿着,经证识小亨捡到的鞋子正是凯特的。 于是队长请城市搜救员找来热丞相集到大楼中搜索。 埃迪在山上系上绳索,准备去救玉袍男。 可就在这时候余震发生了,小亨坠入了坍塌的石堆,玉袍男面前的玻璃迅速炸裂。 他整个人脸朝下摔了下去,紧接着职场妹也被强大的冲击力吊在了阳台。 埃迪眼疾手快,紧紧抓住他的胳膊,小帅也使出了吃奶的劲儿,牢牢拽住了埃迪腰上的绳子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喜欢这部剧的话别忘点击订阅按钮,等待与哥更新。 记得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,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,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。 点击关注,本剧全集公众号的铁粉专区已全部更新完毕,欢迎大家订阅。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,对了,还有别忘记转发哟。